好来我们继续105面的这一个 然后我们有中国的人民币 OK人民币现在马来西亚兑换它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那个价钱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 OK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是这样的啊他们的100块是这样的 这个是人民币 然后如果是马币对那个人民币的话呢 是一对0.65 OK 就是一人民币可以换马币0.65 然后就是马币比人民币大了 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什么 马人就马币 然后人民币 OK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马币对人民币是1.53 所以我们的一令吉可以换 人民币1.53 然后接着呢这个是韩元 OK 韩国的钱韩元 OK 然后一令吉等于284韩元 所以我们的那一个韩国的戏啊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交易单位是1亿 哇2亿很大了那个因为他们的钱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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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呀 OK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有韩元 就韩元 1韩元等于0.0036 马来西亚的令吉 所以我们马币对韩元的话呢 那是274 还是掉了 写书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掉了 以前是284现在274 马币掉了 然后过后韩元来我们看韩元的这一个图片 我们找韩元 OK 好 啊 看到他们的这个 哇你看他们的钱很大 一个十百千万五万 哦 什么 一千五千一万五万 所以他们的钱好大啊 一千五千一万五万 我们呢去到买东西 买买一粒乘一万块 哈哈哈 我们看一下 那个 呃 乘 一粒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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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得到吗 他那边有有 OK 他们每 你看他在在一个 韩 韩国那边的 他们的那一个出生 出门的时候都要带几万块 然后呃 逛个超市都要花个整万块 去买菜也要花个整万块 OK 所以这样随便一花呢 就万百块 你看他在买茶的情况之下呢 500ml的那一个是 你看买买一罐汽水 要一千五百韩元 哈哈哈 哎呀 然后那一个包装好一点的 一罐要两千韩元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好 然后呃 在这一边我们看一下 那个 呃 呃 什么东西啊 罐装汽水 千二到千五韩元 嗯 然后过后还有什么呢 瓶装汽水 呃 千多韩元 哦 所以他们买一罐汽水要整千多块 哎呦 呃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呃 两千韩元 然后 呃 就买Red Bull的那一种啊 就两千多 哇 哇 好啊 哈哈哈 算了来我们不要再看这个了 OK来我们继续 好 在这边我们再看热源 OK so 日元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 日元是什么样子的 日元 OK so 日元的话他的样子是这样的 OK 然后 马币兑日元的话呢 OK 是 25.78 OK 所以我们这一边直接要兑换日元的话呢 是0.039 所以是26 26 然后 25.78 哦 马币还是掉了 好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卢比 卢比 卢比是印度的卢比 OK 我们一马币对他168 OK 好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卢比 这个是卢比 这个是卢比 卢比 嗯 他是港币的那个相片来的 如果没有错的话 这个人是港币 OK 他图片应该是港币 OK 是啊 这个鲁比 然后他的那个鲁比对甘地来的 甘地是印度的国父 甘地 ok 这个他的相片是甘地的相片 然后过后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一个对鲁比 乌比 ok 所以17.56 然后乌比 0.057 17.56 17.56 哎哟 我们的对冠率比印度增加了 so 你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一边 这个狗的头是沙巴沙拉湾那边 然后这个是马来西亚 小小的 ok 然后这边是印度 然后这个是中国 中国的样子有点像公鸡的头这样 然后这边是韩国 这边是日本 ok 然后这边是澳元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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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读澳元 澳元 对 澳元 ok 好 你看他们带着那个Covoy的帽子 然后胡须一样 所以澳元澳元的人的形象了 然后他头发长长一样了 ok 好来接着呢 那种佛式这样的样子 马币对澳元 在这一边是0.32 然后这一边呢 澳元可以换3.11 马币 所以这个0.345 所以0.32 马币又掉了 所以这个是2019年5月的时候 然后我们现在是2021年 8月2年多 2年多的时间 我们的那个钱 兑换率都掉了 OK好 这样 只有对于那个印度的升值